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马逸爆料肖战加盟赛车竞技类综艺 属平台S级大舞台 肖战太离谱 近日 作为著名爆料博主的马逸一刻也没有闲着 又一次提到了肖战 这一次是爆料肖战要加盟一档赛车竞技类的综艺节目风驰电音 属于平台的S级别大舞台 注定大咖云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爆料也太离谱了吧 暂且不说肖战早就说过不会参加综艺节目 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关键是赛车竞技类和拍戏 访谈等完全不搭边 不用想都知道肖战不可能参加 据马逸爆料 青年演员肖战要以录制嘉宾的身份加盟一档赛车竞技类综艺节目风驰电音 属于平台S级别的大舞台 届时会邀请领域内的大咖参加 肯定群星璀璨 非常闪耀 殊不知马逸落陆续续爆料了肖战非常多综艺节目 没有一个得到了官宣 另外肖战根本不可能参加综艺节目 更不用说赛车竞技类 这根本不用思考 就是可以斩钉截铁说肖战不可能参加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不可信 一直以来网上传来了太多关于肖战的饼 影视剧 代言商务 综艺节目等络绎不绝 前两者还有可能消息属实 后者基本上没有可能 简直不要太离谱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专注于演艺事业 一直都在剧组拍戏 时不时为大家挑选好品牌 这是肖战工作的重点 总之祝福肖战 作为小飞侠 大家要时刻牢记跟着官方走 非官宣布约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支持和信任肖战 亘古不变 肖战未来可期 越来越好 肖战得嫌紧致发招聘替身公告 曝光6月中旬开机 肖战将禁足 近日 网上报道肖战所谓的新电影 得嫌紧致发布了招聘替身的公告 还爆料这部电影会在6月中旬开机 这一次针对的是灯光替身 对身高 体重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得嫌紧致从一开始都在爆料肖战要主演 透露肖战要无缝衔接近组拍戏 至于合作搭档 换了一波又一波 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官宣 据悉随着肖战新剧藏海传的拍摄工作进入了尾声 越来越临近杀青 网上报道肖战要无缝衔接继续进组拍戏 新作品的名字是得嫌紧致 6月中旬就要开机 还爆料剧组已经开始招聘替身演员 公告都发了 可是并没有在官网上 对于肖战来说 可以预料到肖战拍完藏海传后会继续拍戏 只是网上关于肖战的瓜实在是太多了 还是要老老实实跟着官方走 非官宣布约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是这样的态度 不知不觉中 网上已经爆料了太多关于肖战新戏的内容 合作导演络译不绝 包括王家卫 徐克等 其中必然有假消息 毕竟肖战怎么可能签约这么多作品 肯定要慢慢来 作为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顶流实力派演员 肖战注定是香波波 各大电影公司都想和肖战合作 总之祝福肖战 安静等待肖战揭晓就可以了 新剧就要杀青了 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与此同时 更希望肖战主演的作品可以早一点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不见不散 肖战顺顺利利 一切都好 肖战藏海传爆料没有平台一口吃 必然多台联播 肖战太牛 近日网上非常多媒体都在报道肖战主演的新剧《藏海传》 甚至在没有杀青的情况下 已经官宣定当浙江卫视 殊不知这只是冰山一角 有知情人爆料肖战藏海传没有平台可以一口吃 必然是多台联播 也吃不下这么大的爆款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实在是太牛了 一直都在创造经典爆款 可喜可贺 据悉 肖战主演的新剧《藏海传》爆料没有平台可以一口吃 换句话来说 不可能单平台播出 根本吃不下这么强势的大剧 必然是多平台联播 看点实在是太多了 肖战和郑小龙强强联合 无论是阵容还是剧情都非常让人期待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太牛了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创造了非常多爆款 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跟着官方走 不乱吃瓜 一切以官方发布为准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时刻牢记谨言慎行 专注自家 目前这部剧已经有超过百万的预约量 陆陆续续有非常多影视大咖来探班 热度 影响力 话题度 热搜等接连不断 爆款价值有多大 肉眼可见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一直支持肖战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依然是顶流 喜欢肖战的朋友们越来越多 这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希望肖战坚定脚步 再接再厉 在接下来的演绎道路上 继续为观众们带来好作品 肖战实力 未来可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